您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的公司。 Hello,大家好,我是Desoft阿舌,我们Desoft来着广州,谢谢。 然后,请问你公司是创建于什么时候? 我们是成立于2011年,哦不对,应该说我们是在2011年成立这个品牌, 然后今年开始是正式公司化去做这个品牌,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了解我们,而不是用心在做这个品牌。 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创建这个品牌的? 就是自己本身很喜欢潮流这一块,然后呢,就想做自己的品牌,然后就把它成为自己的事业这样子。 然后你的品牌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的品牌里面就是,我们有一句slogan就是All Desoft into One, 就是说我们的品牌的风格不足限于一个风格, 而是把各种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不断地在变化, 我们很强调就是一个细节还有品质, 这是我们做品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设计里面。 您曾经通过360这个浏览器,浏览过我们为您设计的这个广告吗? 看过一下。 觉得怎么样? 还好,大一点就更好。 然后您用过就是现在的科技,像是微博啊,微信这些来宣传你的品牌吗? 有啊,我们会有自己的博客,W3博客,还有新南微博,这些我们都有, 还有线上的淘宝。 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品牌国际化呢? 那当然可以啦,大家想越走越远就进国际。 然后就是对于西方要来中国的设计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西方的设计师要打入中国的市场,你有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当然就要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品味吧,然后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理念带过来,改造成中国的特色会比较适合。 因为我们始终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这是我们集中一件称衣,这是我们觉得最,技术最含量最高的一件。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位置,它的铜的纹和这边的纹是拼接是一模一样,是对得很齐的。 这是很少台课会做的东西,而且做工会很复杂,只有人手做。 像这些位置,这些拐弯的位置,我们都是拼着,纹路都是对得很齐的。 这种是机器做不了,需要裁缝一个个的去剪裁。 然后整件衣服的话,采用了这样的拼格,还有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立体一点咯。 然后像这种后面的刺绣,我们用了锁链锈,它会不会跳线之类的。 而且这些刺绣都比较饱满,这是需要严格的去监控而做出来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肩位的位置,用了防平容,肩位的位置会保暖,加上保暖,还有一个摩擦作用。 就是耐用性比较强。 整件衣服我们是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方。 而且新加工程,道中会比较高,高贵一点。 使用的面料也是从日本进口网上成为面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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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